你的光是我交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交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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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们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基督教的末世论 也就是我们怎么在世上生活 以至于我们永生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好 我们上次讲是从路加福音十六章 那个不义管家的故事讲起的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 替他管钱的人 显然是在金钱上不大诚实 就被免职了 那这个养尊处优管很多钱 管一个有钱人的钱的管家 就在想我要怎么过日子 他实在是养尊处优 享受惯了 现在怎么过这个日子呢 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人家也不会请他再做管家了 他又不想做农夫 他又不想讨饭 他还想要过舒服的日子 他要 他在不做管家以后 有人接他到人家家里去 吃喝玩乐 白吃白喝 白住白还白乐 他要这样子 各位 这怎么办得到呢 他居然想出一个办法 第五节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一百楼油 他说 拿起你的帐 快写下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一百 一百楼麦子 管家说 拿你的帐 写八十 各位 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用 就非常容易了解了 这个一百楼油 一百楼麦子 这个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所以他的主人是非常有钱的 我们用今天来讲就是 有人欠了他的主人 当然这只几两个了 看起来他主人是大 大金主啊 是最大的地下钱庄 我不肯这样讲 反正非常有钱啊 就很多人借啊 借的人都借了很大的数目 然后这位先生呢 就改账了 你欠我主人一千万啊 改改改 改八百万 你欠我主人欠一亿啊 改改改 改成六千万 改了 改账了 这改账 以后要干什么 哇 耶稣讲故事啊 实在习末如今啊 他 不会把他讲得 非常仔细 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想 他要求你去想 圣灵也就漠视了作者 只写这么多 不过你要知道 他改账的结果是什么 他改账结果 就以后可以到这些人家里 吃喝玩乐了 而且我们可以猜想 在今天啊 如果发生在今天 这个账改一定是天衣无缝 如果有些贪官污吾 找他去做管钱 那就查不出账来了 天衣无缝 可是 我相信 起码从今天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管家 一定把原来所欠的那个 原来的借据借条都留着 而且可能是给这个改了账的人看 那改账的人看 什么意思 过一阵 就说 在你家住个半年三个月的怎么样 而且好好伺候老子 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好好伺候 老兄啊 当年你欠我们主人的那个 原来欠多少钱 我那个底还有 回去跟老板报告一声 他请那个讨债公司来讨债 您就吃不完都是走了 哦 各位这不义的管家 是真是不义啊 他不仅主人的钱 他不仅享受主人的东西 从他的生活来看 他居然给他享受 想到一条路 他以后还可以白吃白喝 一直到死 就改账 改账 相信留个底 这样呢 其他人就等于被他勒索了 一辈子被他勒索 各位这个不义的管家 坏透了 路加福音十六章 一到七节 讲这个不义的管家 说他的懒惰 他好吃懒惰 他贪污 他改账 都讲出来了 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以后 可以白吃白喝 也讲出来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 这世界上不诚实人很多 A很多的钱 然后以后就到美国或大陆做育工 这我们看到台湾到现在都有 经济罪犯 有有有 还有下面这句话呢 有点奇怪 但是不奇怪 说明一下就不奇怪了 当这件事被主人知道了以后 就一到七节就讲 这坏东西被免职之前就改了账了 然后第八节紧接着 主人 各位我是主人 你是主人 居然有人改了我的账 哇 让我损失多少亿 好嘛 那 一定要杀了 要打了 可是主人居然夸奖 他夸奖着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哦 这怎么夸奖嘛 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很容易解决 主人不是夸奖他A钱 不是夸奖他不诚实 而他实在夸奖他真聪明 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达到一个目标 这目标啊 我们来看几乎不可能达到 他目标就是 他将来能够吃吃喝喝 有人接他主动的 不嫌他还接他 还请他到他家里 吃吃喝喝 而且带入上兵 诶 不可能是居然给他办到了 所以主人说 哇 真了不起 这小子 也不能再拿那个高薪的生活 也不愿意去打工 也不愿意过一点节约的生活 也不愿意讨饭 结果改了 这账 居然让他达到这个目标 哇 这个人真是很聪明 然后再称赞一句话 这个这句话呢 应该就是耶稣讲的了 不是那个主人讲的 就这句话是一个转利点 是一个衔接 上面是讲这个故事 下面就转入这个故事教训 因为今世之子交 在世事之上交 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今世之子呢 就是指在今生有盼望的那些人 光明之子呢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今世之子呢 在世事之上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 他们常常是比 这基督徒要更聪明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或者我们应该承认 但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呢 耶稣希望光明之子 就是我们 也希望今世之子 就是他们 就是没有信耶稣人 都能够学习一件事 学这管家一件事 这管家一件什么事呢 聪明 聪明在哪里 聪明在 你将来有人接你 吃吃喝喝 各位就是 你晚年能过得很舒服嘛 不至于你老了 没人要了 儿女也不养你了 然后老婆也离开你了 然后你 你就在那个 残障的老人中心 被人家当植物人来养 你希望活得更尊严一点嘛 那你要这样子的话 你要很聪明哦 那么 有些人就真的够聪明 他A了那么多钱 恐怕哇 一辈子吃喝玩乐不尽 而且儿女还可以了 这事实是 这个金氏之子 很会计算自己的将来 那耶稣就 就在警告他们 也提醒他们 如果你会计算你的将来 那你为什么不计算的 更将来 更远一点 如果你会计算你 退休以后 辞职以后 那十几 几十年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计算一下 替自己想想 你永远的生活要怎么样 如果十几年的生活 你都要好好计划 打算一下 那么 不是几百年 几千年 几亿年 是永远的生命 你为什么不想想呢 金氏之子很现实啊 那我就教你最现实 你自己的永生怎么办 光明赤子也是一样 光明赤子没有金氏之子聪明 但光明赤子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 是为我们永生打算的 没有什么能够比永生更有价值 人若赚得全世界 失去自己生命是不值得的 那很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 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忘记朝着永恒的目标走 家人说他们活在世上 好像只是金氏有盼望一样 我们是要朝着永生的目标走 这个从金氏到永生 我们又说了 就是那末世的生活 我们在末后的世界怎么生活 各位这答案你应该已经会被 被一万遍了 因为我们讲过很多 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 同样一件事 就是对上帝要有信心 对上帝要有 对上帝的慈爱怜悯 要有一个认识 好 但是跟这里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各位 十六章 路加福音十六章 一到七节讲一个坏蛋 第八节讲到 主人很称赞他 因为这小子真是脑筋灵活 最困难的是第九节 这是耶稣说的了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到 永存的帐篷里去 各位 这句话 这是耶稣讲的 翻译也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实在我们看起来觉得 可能是圣经里最难懂的 比那个我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我要叫谁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那种预定论的经文 还要叫人反感 耶稣第一个劝我们 借着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耶稣是叫我们 A钱 然后今天吃喝嫖赌吗 这是我在讲 借着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我还以为耶稣 是常常劝我们说 要借着读经 祷告 教会生活 结交属灵人 耶稣不是 耶稣说你要去赌博 你要去贩毒 你要去A钱 然后用这些钱 跟人一起吃喝玩乐 这是耶稣讲的 不是我讲的 当然耶稣不会是那个意思 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要一起把这个看过去 这是我们在世上 生活的态度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 永存的账目里 就跟刚刚讲的那个 不义的管家一样 他改账 到以后呢 改账成功了以后 他已经不能再在 原来主人家里的时候 这些人 这些债 债务人 他们可以接这个改账的人 到家里去 吃喝玩乐 他们会 他们一定会 这个我们也懂了 你真的勒索人了 有笔账在你手中的话 那你勒索他 这我们想也想到 问题是 各位 耶稣在教我们前面讲 要贩毒 要赌博 然后赚的钱呢 教一些狐群狗挡 更可怕的是 那有一天这个世界 要过去的时候 这些狐群狗挡 可以把你接到 永生里去 我还以为 信耶稣得永生 怎么是 跟狐群狗挡 吃喝玩乐 可以得永生 哎呦 耶稣的教训 真是好恐怖 好 不过 我们还是要把这 放在这里 我们有问题 但是我们要把这整个 看完这一段 再回来讲这里 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 又变得非常好了解了 第十节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我也把下一句话也放进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好 这一段就又很好讲了 这是我们传统基督教伦理 哦 你要很诚实 你要很忠心 小事大事都要 我们是 灵难母狗免 灵财母狗得 如果有一文钱不轻 我们不要 宁可饿死 最小的事上都要忠心 大小的事上都要忠心 而且我们从小事做起 非常忠心 哎呀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 将来大事上也不忠心了 在小的事上 有一点是苟且一下 不义 将来在大事上也会不义的 不可不可不可 哦 所以呢 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也要忠心 替人管钱的时候要忠心 上帝才会把真实的钱财 托给你管 啊 你替人做事 谋人的事 要尽己的心 要忠心 别人东西上 你要很忠心做哦 要不然你自己的东西谁给你呢 哎 这一段又很好讲了 然后你在这个事上生活的时候 末世的生活 是 只侍奉上帝 你不要侍奉钱财哦 这一段又很好讲了 这一段又是传统的 我们要诚实 要努力 克勤克简 努力 可是这一段跟前面冲突啊 前面讲借着不一的钱财 后面讲你要忠心诚实 前面讲你对别人的钱财 不能不诚实 你前面 前面 前面讲是不诚实 现在又讲说不要侍奉马门 你前面明明好像在侍奉马门嘛 而且利用马门在勾结马门 各位 这个不义的管家呢 哎呀 实在我觉得也是 耶稣给我们非常好的教导 我们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了解 或者我能不能把讲的明白 这里我们再一次说 不义的管家做的事是很普遍的事 但他做的有一点是对的 也是这一点就是基督徒要学的 也就是耶稣要教你的 你这一点你抓住了 你整个的比喻你就懂了 就那不义的管家 会为将来着想 我将来老了怎么办 我将来怎么办 当然不义的管家能想到 将来的三十年四十年 耶稣要你想到的是 永远的将来 你不是只有想到说 三四十年 你要能够被接到永存的藏墨里 你想的就跟那个不义管家想 想到最后就是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重要 这很自私的 别人的钱 老板的钱 别人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自己 我自己要有东西吃 有东西喝 那一样 耶稣也教你 你要得到你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对别 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 各位永存的藏墨 大事 还有真实的钱财 钱财有打点 就是真实的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大事 什么是永存的藏墨 什么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永生 也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现在只有到七八十岁 或八九十岁 或一百岁了 就没有了 你的生命本来就不是你的 到有一天你死的时候 你就知道完全不属于你了 本来就应该是上帝的 那上帝要把这个生命给你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给你 让你真实的 就跟那个不义管家说 我能够快快乐乐 即使在别人家里 我自己能够不除地 辛苦也不怕休的生活 他很聪明 事实上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很聪明 耶稣就建议你 再聪明一点吧 如果你为了三四十年的 自己的生活很好 当然做的做法是下流极了 可是有一点是对的 你会考虑到自己啊 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考虑久一点 考虑你的永远 那你永远就是你的永生 你死了以后到哪里 不是三四十年 是永远到哪里 天堂还是地狱 你要到永存的藏墓里 你要有自己的生命 你要得到那真实的东西 不是别人的东西 真实是你自己的 基督教一个最强烈的个人主义 你要为你自己将来负责 这个坏东西 他会想到自己将来 而且他得到了 看看你能不能学 好 我们怎么学 你说耶稣教我们 现在我们就开始解答困难的问题了 耶稣教我们改账吗 没有教我们改账 我们也可以很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没有教我们改账 耶稣也没有教我们不诚实 因为耶稣在 那个主人在称赞那个人的时候 不是称赞他改账 哪个主人会高兴 自己的财务长改账 是称赞他 你真的想得远 给你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能够想得到 耶稣要我们学的是这个 你能不能想到一个办法 让你永生都有 然后 他也叫你要诚实 虽然这个世界上 这么充满的罪恶 你还是要诚实 那 耶稣讲的那个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 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这个很难懂 或者我们很难接受 这不难懂了 但很难接受 第二个 这些不义的钱财 这些胡群勾当 居然可以把我们 接到永生的账目里 这我们难以接受 好 这两个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并不是要我们贪污舞弊 因为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耶稣是让我们诚实 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是说我们基督徒 仍然要在不义的 罪恶的世界上生活 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听了 你应该就能懂了 这个世界虽然不义 虽然是罪恶的世界 基督徒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 忠心诚实的结交朋友 忠心的 我再一次讲 那个不义管家的 好处只有一个 优点只有一个 要我们学习只有一个 就是为将来 当然不是叫你学习 坏啊死诈 那都不是 而是他能想到将来 那你现在将来想不到 上帝已经告诉你了 你的将来是有的 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那是永远的 上帝要给你的 那是真实的 那是真实钱财 那是永存账目 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是你自己的生命 在天堂享福是你自己 在地狱受苦也是你自己 没有人能代替你 你要想到这一点 那你怎么得到 你只有在今天 这个末后的世代里 才能得到 怎么得法 当然不是说 你要去吃喝嫖赌 是你要因性成义 为什么叫因性成义 不义的钱财 不是指 有些钱财是义的 有些钱财是不义的 不是说赌博的 印假钞的 卖毒的 这些得来的钱财 就是不义的 而你讲到的 看那个 开计程车的 这些就是义的 各位不 在上帝的眼里 通通都是不义 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 但是我们没有离开世界 我们仍然在这个罪恶世界里 一方面承认 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罪 这就是认罪嘛 一方面我们要过一个 忠心良善生活 这就是悔改嘛 怎么讲呢 各位 你今天很诚实 我今天可能 我们说很诚实 我的钱从哪里来 我的钱一定不是不义之财吧 我的钱不是印假钞 我的钱不是贩毒 我的钱不是走私 我的钱不是开赌场赚来的 我的钱 我的钱是教会给我的薪水 而教会的薪水 这些薪水 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的 而我们弟兄姐妹 不管是医生 不管是计程车司机 不管是小学老师 不管是幼稚园园长 那都是辛辛苦工作 奉献来的 这个钱财 义不义呢 各位 这个钱财 也义 也不义 义就是我们忠心 我们诚实 这是义的 也不义就是 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 你要承认自己是罪恶 整个世界是罪恶的 我举例子 我的钱财 假如说 我的金钱 有一部分是一个计程车 司机弟兄 他的奉献 那他的钱从哪里来的 辛辛苦苦 该计程车赚来的 这个钱义不义 当然很义啊 是吗 各位计程车司机的客人 有没有流氓呢 有没有黑道呢 一定有 当计程车司机 有人来的时候 他会问 你是不是黑道啊 你是不是流氓啊 你在家里有没有打老婆啊 你有没有玩股票啊 如果你有这些 你是不是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我不接受你 各位 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不管是基督会这样做 我们也不鼓励这样做 只要你付钱 我都服务你 那他服务对象 一定有不义的钱财了 各位 以此类推 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这钞票 只要是中华民国印的 只要是美利坚合众国印的 就是不义的 可是我们基督徒 也在中间使用 包括耶稣 也告诉我们 我们纳税 我们做良民 我们没有 我们在不义的世界里 仍然生活 我们不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生活 积极的生活 跟每个人一样 我们开计人车 我们做青道夫 我们做环保署的 我们做所有各行各有 我们做家庭主妇 我们退休 我们做公务员 我们领退休金等等 我们在回教世界 在无神论世界 在比较好的世界 在独裁者的世界 在邪恶的世界 在罗马帝国 在杀死耶稣的罗马帝国 在逼迫基督教的罗马帝国 或者在共产世界 或者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都生活 那是一个不义的世界 我们都在这里有份 所以我们只能因信称义 借着不义钱财 结交朋友的意思 就是凭着信心 因信称义 而且因信 诚实在这世上生活 你这样做 他们可以接你到 永存的账目里 这个他们 不管是指那不义的钱财 或者是那些朋友 都是信心所结出来的行为 他们并不好 但是我凭着信心 我信靠上帝 在世上所做的一切 不能叫我称义 因为我承认 我是不义的 但我信靠上帝 信心又有行为 神把我接到永存的账目 祂是我独一的主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祈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从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新 可遇道路 因为学会的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队 耶和华的弟子 感谢观看